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都有少少看法 對一些網台同業 我很不似他們的所作所為 特別是有些秋水大典的節目 永遠將一些網台界的花生物去炒作 為自己可以有些節目做出來 其實這些網台同業員 我覺得你不如接了你的台 你們的存在價值 只不過是別人一些茶餘飯後的東西 又或者是網台界和網台界之間的不和 誰和誰不妥 或者是有人打架 然後你請其中一個打人的人出去 上去訪問他的心路歷程 助奏違約 我想這些網台同業員 快點死掉了 因為坊間裏面 對大眾基本上 沒有好處 他們所作的所為 其實只不過是在炒花生 沒有創作能力 提供一些沒有養份的節目出來 這些從業員 我們覺得其實在香港裏面 還有觀眾去聽他們的節目 一個可悲的情況 什麼樣的政府出什麼樣的人文 什麼樣的聽眾出什麼樣的媒體 或者是香港裏面我們的人的質素實在太低 只能容許這些垃圾媒體 垃圾網台 只能存在生存到今天 有一班垃圾的觀眾 喜歡聽一些花生的東西 喜歡聽一些假的東西 喜歡聽一些一面之詞的炒作 我想是一個香港網台界的悲哀 真是一個很可憐的一件事 聽的可憐、做的可悲 這班的從業員 你的人生裏面的光陰 原來是將別人摔出來的東西 或者別人摔下來的食物 令到你們繼續可以生存下去 那你們跟蝗蟲和一些蝦蝦 一些蝦蝦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也是我之前也和大家分享過 我對這一行的媒體做的 都做不大是有一個原因 另外有一個事情 就是現在大家都會知道 是不是豬、狗都走出來說自己開網台 是不是走出來做YouTuber 當然也看到有很多人 離開了一些大台 自己去做自己的頻道 小貓三、四隻 圍爐取暖 自己哄自己開心有人聽 亦都是浪費自己的精神力水 沒事的 那你很糟糕 那我又不會笑你的 我只不過是蓋單 現在的網上世界 網上媒體已經去到一個很白熱化的階段 你的節目的內容是沒有內涵 隨便拿手機拍 沒有製作 沒有技術 沒有養分 沒有得著給觀眾的 我都不知道你們生存來做什麼 你浪費你的時間 我們希望繼續做一些 給一些一般這些 垃圾網台 垃圾YouTuber的節目 更加優質 那我想 希望我們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是吸納一些 明智 喜歡聽一些中肯的東西 喜歡關心香港 關心本土文化 關心本土的議題 的一些觀眾 一些優質的 適用這裡的觀眾 其他那些炒花生 沒有這裡的低能 走去別的地方 麻煩你們為了十元 操膠那些 走走走 不要再貼過來 我真的好閒價不送 不想見到你們 啤梨哥 遲下也會上我的 《納忍撒的香港人》做一集嘉賓 那我就打算 找啤梨哥做一個議題 就叫做《納忍撒的社運忍》 這個我對這些社運忍 都有一些很大的看法很久了 我希望和啤梨哥 研究一下這個題目 為什麼香港的社運 搞來搞去都搞不到 為什麼香港的社運忍 這麼懶惰 不加慘 只得了私怨 只得了扮大哥 只得了我最大 你不可以出聲 打大台 這些社運忍的心胸 有多狹窄 究竟從事社運 是不是全部一班 賺不到錢 追不到女兒 爸爸媽媽不喜歡他 一些生活中的廢柴 一些失敗 這一集的《納忍撒的香港人》 會給我對這些人的看法 也想聽聽 啤梨哥 對他們有什麼見地 各方面的事情 講到《納忍撒的香港人》 明晚的《納忍撒的香港人》 我又會出動地圖炮 我的主題就是 《香港男人傳視窩囊廢》 這個主題就是我的看法 無論他們的表演 他們的修養 他們的心底 他們的外形 他們的談吐 為什麼這麼納忍撒呢 為什麼這麼窩囊廢呢 吉士在哪裡呢 為什麼找不到女兒呢 為什麼外形被外國男人這麼猥瑣呢 我們輸什麼呢 我想這一集 《納忍撒的香港人》 會給大家一個答案 希望我不要辣著這麼多人 辣著這麼多人也沒有什麼好處 Steven Hing上一集 和我一起做這個 香港競爭力的波球852 Steven Hing說 鱷魚你不要這麼趕到這麼白 你要辣著很多人 這樣不是很好 與人為善 不要結怨 但有時 我都離不開一些 我看不過眼的東西 我都會很直言 說出來 當然啦 大到差不多 你旁邊的人 年紀都會長大 又不會是小孩子 被你吊完 他就不會生氣 或者是吊完他會改過 最近都罵了幾十歲的人 這幾十歲的人 到死入棺材那天 他都不會頓悶 和醒覺他 自己失敗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納忍撒的香港人》 至今來說 收視挺理想 訂閱的情況 也是非常雀躍的 一百元三個月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節目 繼續支持 看看我對香港 我不喜歡的地方 香港人垃圾的地方 在哪裡 在我鱷魚的眼中 為什麼我認為他們做得差 我的電視台長 曾經邀請我上去 動物踩場的時候 問過一句說話 鱷魚 你這個節目 其實不是很重批判性呢 是的 以我的角度去批判 香港的一些看法 會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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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認不認同 當然留給 自己肯用腦 還有自己觀感 觀點 還有自己見解的 觀眾去思考